沙士车行驶中车头顶着一辆机车 他追撞了机车没有停下来 机车维持行驶状态 两车贴在一起走 数十公尺之后 机车骑士人车摔入沟中 沙士车在前方停了下来 骑士是79岁的徐老先生 救护车到场的时候 这名花裤子的男子在场热心协助 他是41岁的理性沙士车司机 但是他谎称是目击者 老先生倒地之后 已经没了生命迹象送医不治 事发在9号清晨5点多 中坦公路爱兰桥附近 被撞的是这辆红色机车 沙士车司机事发后留在现场 却叫老板来把车开走 自己谎称是目击者 做完笔录之后 警方告知会调阅监视器 他离开10分钟返回派出所 坦称人是他撞的 理性男子随即联络车行老板 称目击车祸 请老板将沙士车先请开走 留在现场向警方自称为目击者 在制作笔录后 才坦承为事故当事人 案情大逆转 目击者不是好心的路人 其实就是造势者 警方照量沙士车追撞机车 从撞击点到骑士衰落处 距离30公尺 司机还叫人把车开走 有湮灭证据之嫌 涉及过失致死 未造文书 以及造势逃逸 TBS新闻成交贵无数评 南投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